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主一路追了出去 走出公寓的门一看 只见不远处有个男人正死死的盯着他 女主感到有些害怕 赶紧就跑回了家 回来后的女主本打算和小帅说一下刚才的事 但看到小帅蒙着被子睡得很熟 就也拉开被子睡一下了 这时女主的电话响起 来电竟然是小帅 女主疑惑的接了起来 小帅问女主想吃点啥 自己好买回去 女主也是惊呆了 那床上躺着的到底又是谁呢 接着女主小心地走进了卫生间 反锁了门 然后给小帅打电话 让他千万别回来 可还没说完 小帅就挂断了电话 过了好一会儿 女主撞着胆子打开门查看情况 发现床上的那个人不见了 这时外面有人敲门 女主以为是小帅 结果一开门 一个戴着面具张着雪盆大口的男人 用刀捅进了女主的肚子 女主大叫一声醒了过来 原来只是个噩梦 但这个梦太过真实 很长时间女主都没有从中走出来 画面一转 几个月过去了 女主因为怀孕五个月的时候 出去跑步导致流产 这让两个人的生活掉入了谷底 女主每天浑浑噩噩 以泪洗面 每天必须得靠药物才能够入睡 小帅为了妻子有个好心情 于是就从市中心的公寓搬到了郊区的一栋小别墅里 在搬入新家的第一天晚上 女主拿出了孩子的必超图挂在了墙上 免不了又是一番伤感 这时突然听到有人敲了一下门 两人走出去一看并没有人 原来只是只黑色的鸟撞在了门上 看样子伤得很重 小帅看着有些不忍心 于是拿起砖头给了黑鸟一个安乐死 然后将鸟扔得远远的 可回到家中没有一会儿 女主又听到了一声玻璃破碎的声音 出门一看 门口的灯泡不知道为何被打碎了 女主环顾四周 结果看到了可怕的一幕 那个梦中出现的面具人就在不远处站着 女主赶忙跑回了家中 这时那个面具人也走到了他们家的门前 隔着门说自己需要些糖果 接着小帅过来严厉的斥责了面具人 让他马上离开 面具人只好信信的离开了 过了一会儿他们又听到了敲门声 打开一看又是一只黑鸟撞在了门上 这次还好点儿 那只鸟直接挂掉了 正要关门时 那个面具人再次出现 韩石问他们要糖果 小帅再次赶走了对方 随后小帅回到了家中准备报警 这时他们发现自己的手机都不见了 这是怎么回事 大部分正常思维的人都知道 这应该是家里进了贼 可这两位对自己的记忆力极不自信 一致认为是把手机落到了车里 于是小帅来到了车里找手机 女主则一个人待在家里 这边小帅翻箱倒柜了半天 一无所获 呃大哥 刚刚涛哥亲眼看到 你在家里给手机充电 充电器还在那插着呢 怎么就铁钉就在车里呢 而另一边 女主听到家里有动静传来 害怕的让小帅回来 小帅一抬头 就看到那个面具人就站在车窗外 等到追过去时 那个家伙又不见了 小帅担心妻子赶紧回到了家中 结果一进门 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按道理来讲 今天晚上都出了这么多怪事了 这灯又灭得这么蹊跷 肯定是有危险来临 但小帅却淡淡的来了一句 我去检查保险司 然后就是大家常见的家中黑影闪过 然后女主各种害怕 各种尖叫 最后灯亮了 卫生间的镜子上 出现了用血血的诅咒的话 可这一对除了尖叫 一点要跑的意思都没有 估计呢 对方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 竟然主动陷了身 这也是一个戴着面具的男人 比外面那个看着老一些 应该是父子关系 夫妻俩这下可只能拔腿就跑了 跳上汽车之后一发动 您猜怎么着 果断是打不着火 接着这两口子一路狂奔 然后半路碰到了一个老大娘 赶紧借对方的手机就要报警 没想到老大娘顺势拿起了一把刀 就捅了小帅 然后镜头给到了老大娘 他也带着一个沾血的面具 总之呢 最后的最后 小帅被吊了起来乱刀捅死 然后女主被穿上了婚纱 绑了起来压上了小船 估计是给那个要糖的狭小子 当媳妇去了 故事到此结束 好了 看了本篇 大家应该知道 这为什么叫教科书了吧 这就是一部标准的教科书式的那个啥片 演员加起来只有五个人 前三十分钟 大部分是女主在那里矫情 然后所有恐怖片用过的普通桥段 这里都能够体现 什么黑影闪过 带血的面具 手机没带 汽车没油 另外说一句 本篇的导演加编剧 就是小帅的扮演者 对方曾经说 自己这部肾体学 非常的高深莫测 一般的俗人是看不懂的 好吧 涛哥承认 自己就是个贪财好色的俗人 好了 今天的电影解说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记得给涛哥点赞和转发 如果你有想看的电影 也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涛哥 最后当然也别忘了点个关注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恐怖电影